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哪儿 我送你 你是深圳艺校的学生吗 我不认识你啊 我认识你 上个星期五 你是不是拍广告去了 那香皂是我的产品 来吧 上来吧 不用了 我还是等公交车好了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谢谢啊 我还是等车好了 别等了 上车 那HYUN 叫什么名子 我叫魏媛 魏媛 solu超清楚的 我是毕业班的 今年就毕业了 舞蹈班 不是 我学播音主持的 学主持 那你舞跳的还行 不是说那天都是舞蹈班的吗 舞蹈班有一个女孩子病了 我过去帮忙 赚你外快忙 还挺有经济头脑的 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湖南人 湖南呢 那怎么到深圳来了呢 跟我父母一起来的 父母 父母干什么的呀 建筑工程师 原来这也挺好的 这工作挺直香的 你看这深圳 满大街到处在盖楼呢 他们已经不在了 去年的一起车户去世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那你在深圳 还有别的兄弟姐妹 我没有别的兄弟姐妹 那经济来源呢 我姨姨每个月会给我寄一些钱 加上我自己在外面打工赚点外快 我现在就是要去一个健身房 给他们带舞蹈课 一个星期两节课 一次来买块钱 未来呢 未来呢 你以后想要干什么吗 想有什么用啊 我的理想 是经电视台做一个主持人 但是我们只有中专文凭 即使回老家 也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更好跟在深圳 那你开慢点 前面又转到了 嗯 谢谢啊 强仔 帮我去了解一个人 请进 您好 我是委员 我来找 听说了 听说了 欢迎欢迎啊 台长跟我说过了 欢迎你啊 来 快请坐 坐坐 我不坐了 我站着吧 快请坐 快请坐 委员 说说看 你想去什么部门啊 这还可以挑的 当然啊 不过别的人是没有资格的 张台已经打了招呼了 问你想去哪个部门 我不清楚 咱们都有什么部门啊 这里是我们电视台 除了行政和技术部门以外 所有的栏目和部门了 小队 开始 好 停 很好啊 大家再来一遍 你啊 一会儿走过来的时候 要有点味道 女人味儿 怎么样 好 大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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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呢 别跟木头一样啊 表情 再整齐一点 好 辛苦辛苦 再来一遍啊 准备 开始 再来一遍啊 很好啊 再来一遍 老板 新产品的广告已经拍完了 还有 魏儿已经在电视台的 请你原谅我节目 当上了主持人 这一个人的梦想 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实现啊 是啊 我也觉得挺快的 我实现我的梦想 花了七八年的时间呢 可好多人的梦想 一辈子都没有实现 那就是命 那是他们的命不好 看来这个 有钱还真能让鬼推磨啊 老板 要让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那我们花那么多钱 值吗 先值这个数字 我看见魏元 就像看见我老婆以前的样子 和我的样子 主任 你找我 好 坐吧 什么事 我正录节目呢 录节目不在这点时间啊 你先坐 魏元 听很多人讲啊 你最近在栏目组里很不好合作啊 谁说了 是惠东吧 不光是惠东 上期的节目他把我拍的那么难看 一定是他来你这告状的 还有邵飞孙金他们也这么说 说你到栏目组的时间不长 脾气长了不少 小人还真多啊 魏元 我劝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 你现在还不是大牌 听说你和于敏 要争什么娱乐大典的栏目主持人 我们栏目的收视率现在也在提高 娱乐大典是我们台的王牌节目 我当然想争取 你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你不就是个一校毕业的学生吗 我们电视台凭什么指名要你啊 你以为我们真是看上你了 你背后的那个老板再有钱 主任 我是凭我的本事吃饭 我背后能有什么老板啊 你还让我把话说白吗 在你身上发生的童话故事还少啊 你还以为你自己真是白水公主了 你背后的那个老板 要是不给你掏钱了 我看你在电视台怎么混 主任 你能把话说清楚吗 你还叫我怎么说清楚啊 你就拍了两个广告 觉得自己就了不起了 我告诉你 张台都不用说话 我就可以把你开了 老板 给我们公司拍广告的女孩 魏元来找你 她来干什么 她拿的是电视台的记者证 说是有重要的事 让她进来吧 稍等 在哪里 你还能够吃饭 你不要吃饭 我一定会给大家到哪里 那我请大家arge 这就像是吧 跟我说的 我会让钱 不得了 我好自己的这个 也我会跟钱 我仍然想着 我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肖大哥 天堂俱乐部也是你吧 来 来了 正好 介绍一下 这是我大家同学 也是这儿的经理 刘远 你好 你好 魏远 这不用介绍了 电视上见过 来来 里面请 快快 你今天怎么还来 今天怎么不能来 今天不是 没事 我就是问问 对了 把强载叫来 你这边 如果你这边 你也不知道 都什么 你不懂 我那边 都什么 没来 我那边 你还没来 我那边 你也没来 你真的 坑 我那边 我都给你 不是 没有 你 打住 我实话跟你说吧 其实呢 这些忙的 都是这位哥哥帮的 你得谢谢他 怎么称呼 强仔 来 强哥 我敬你一杯 对不起 我一点酒都不喝 强哥是这样子的 这杯酒呢 是妹妹我谢谢你的 所以你就喝一口 好吗 对不起 我一口都不会喝 肖大哥 这 不是 行行 我 我说句公道话 我从认识强仔开始呢 我就没看过他喝一口酒 如果你今天呢 有本事让他能喝一口 那我就长见识了 强哥 你去给妹妹我一个面子 喝一点点好吗 就喝一点 我只会喝水 肖大哥 你帮我说句话呀 那个 行 行 换你换你 那回来吧 我 我搞尴尬了 从认识他开始 他确实是一口酒都不喝 我陪你喝 我陪你喝 行吗 我替你喝 来 我替你喝吧 我替你喝 我来就装好喝 我来说他的 你拿下来 他睡得 på 你拿下来 不喝 我来说 Christmas 我来乖 我来说 我来的 老朵 吸引你 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你过生啊?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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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不是今天 是昨天 真的吗 满开 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深圳异校的学生吗 我不认识你啊 我认识你 上个星期五 你是不是拍广告去了 那香皂是我的产品 来吧 上来吧 不用了 我还是等公交车好了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谢谢啊 我还等车好了 别等了 上车 好 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卫元 卫元 异校都几年级了 我是毕业班的 今年就毕业了 舞蹈班 不是 我学播音主持的 学主持 那你舞跳的还行 不是说那天都是舞蹈班的吗 舞蹈班有一个女孩子病了 我过去帮忙 赚点外快忙 还挺有经济头脑的 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湖南人 湖南呢 那怎么到深圳来的呢 跟我父母一起来的 父母 父母干什么的呀 建筑工程师 这挺好的 这工作挺直向的 你看这深圳 满大街到处在盖楼呢 他们已经不在了 去年的一起称呼 去世了 对不起啊 那你在深圳 还是别的兄弟姐妹 我没有别的兄弟姐妹 那经济来源 我姨每个月会给我寄一些钱 加上我自己在外面打工 赚点外块 我现在就是要去一个健身房 给他们带舞蹈课 一个星期揽截课 一次来买块钱 对啊 未来呢 你也以后想过干什么吗 想有什么用啊 我的理想 是进电视台做一个主持人 但是我们只有中章文凭 即使回老家 也毕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更好看在深圳 那你开慢点 前面又转到了 嗯 下角 走 强仔 帮我去了解一个人 你好 麻烦问一下人事部在哪 三楼 谢谢啊 请进 你好 我是卫元 我来找 听说了听说了 欢迎欢迎啊 台长跟我说过了 欢迎你啊 快请坐 坐坐 我不坐了 我站着吧 快请坐 快请坐 委员 说说看 你想去什么部门啊 这还可以挑的 当然 不过别的人是没有资格的 张台已经打了招呼了 问你想去哪个部门 我不清楚 咱们都有什么部门啊 这里是我们电视台 除了行政和技术部门以外 所有的栏目和部门了 小队 开始 好 停 很好啊 大家再来一遍 你啊 一会儿走过来的时候 要有点味道 女人味儿 好 大家再来一遍 对 好 好 后面呢 别跟木头一样啊 表情 再整齐一点 好 辛苦辛苦 再来一遍啊 准备 开始 再来一遍 很好啊 再来一遍 老板 新产品的广告 已经拍完了 还有 维尔已经在电视台的 《请你原谅我》节目 当上了主持人 这一个人的梦想 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实现啊 是啊 我也觉得挺快的 我说 我实现我的梦想 花了七八年的时间呢 可好多人的梦想 一辈子都没有实现 那就是命 那是他们的命不好 哎 看来这个 有钱还真能让鬼推磨啊 老板 要让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那我们花那么多钱 值吗 钱只是个数字 我看见魏元 就像看见我老婆以前的样子 和我的样子 吃饭了吗 不是 二两两 吃了 现在在这儿啊 昨天老爷后晚夜才回来 他跟你在一起 没有 二太太 你胡说些什么呀 胡说 不可能 他没跟你在一起 嗯 难道你有新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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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这次广告的女孩不错啊 看着挺单纯的 是你选的啊 你没觉得 去除你的烦恼 跟你有点像吗 像吗 军达 军达 与您携手 共创美好 主任你找我啊 啊 坐吧 什么事儿 我正录节目呢 录节目不在这点时间啊 你先坐 女儿 李儿 听很多人讲啊 你最近在栏目组里很不好合作啊 谁说了 是惠东吧 不光是惠东 上期的节目 他把我拍得那么难看 一定是他来你这告状的 还有邵飞孙金他们 也这么说 说你到栏目组的时间不长 脾气长了不少 小人还真多 魏远 我劝你注意一下 自己的言行 你现在还不是大牌 听说你和于敏 要争什么娱乐大典的 栏目主持人 我们栏目的涉数率 现在也在提高 娱乐大典 是我们台的王牌节目 我当然想争取 你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你不就是个 一校毕业的学生吗 我们电视台 凭什么指名要你 你以为我们真是看上你了 你背后的那个老板 再有钱 主任 我是凭我的本事吃饭 我背后能有什么老板 你还让我把话说白吗 在你身上发生的 童话故事还少 你还以为你自己 真是白水公主了 你背后的那个老板 要是不给你掏钱了 我看你在电视台怎么混 主任 你能把话说清楚吗 你还叫我怎么说清楚 你就拍了两个广告 觉得自己就了不起了 我告诉你 张台都不用说话 我就可以把你开了 老板 给我们公司拍广告的女孩 魏元来找你 她来干什么 她拿的是电视台的记者证 说是有重要的事 让她进来吧 稍等 嗯 让她进来吧 稍等 老板 魏元来了 喂 那你先出去吧 来 魏元 喝口茶 坐吧 干吗呀这是 小总 我现在才知道 我是怎么有的今天 以前我还天真的以为 是我自己运气好 原来是你一直在帮我 我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你 不需要感谢 我想知道为什么 一呢 你身上有我老婆以前的影子 二呢你是孤儿 我也是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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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 有十几年了 这十几年也是我 人生当中 应该算是最好的年头吧 我跟我老婆一块儿 经历了很多磨难 只是不希望你经历一个幸福 经历一个幸福 经历一个幸福 这我不知道 该怎么报答你 不需要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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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着说着还哭啥呢 行 那 那你汇报汇报 你这个在电视台工作行了 行吗 对吗 卫妍在电视台干得还挺不错 她主持的节目 收视率还挺高的 她说她还想主持那个 什么那个 娱乐大典 娱乐大典 那什么 你就帮她把这事办了吧 是非要办成吗 帮人帮到底 好 我明白 老板 前方再来 好 正好再来啊 好 剩下的 以后我还给你 先生 您的面 行 那这么说啊 好 我得吃饭了 对了 过两天你过生日 想好怎么过没 没想过 小心烫 去打欧洲 太远了 那你再想想吧 想好了要什么礼物吗 我什么都不要 你给我的东西够多的了 我要的 因为我给不了 给不了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 你陪着我 像以前一样 回到以前 吃了上段没下段的日子 我怀念那样的日子 算了 我就是随便一说 快喝汤吧 算了 我就是随便一说 应该的 有 你也是做善事嘛 下午我就把它发出去 你放心好了 谢谢啊 不用客气 我在跟汉原县县长的时候 抓的就是梁浦工作 老师 九九年教育 找你半天呢 怎么了 没事 你接着说接着说 九九年教育部 梁浦工作的时候 表彰奖励就有我们汉原县 这个是两千年两级工作单位 先进县的名单 教育部发的 四川一共有八个县 就有我们 至于我个人 九九年拿过老乡会 先进县委书记 还获得过先进个人 那上面都有 你觉得你身上什么特质 最适合我们军打呀 你是谁啊 你别管我是谁 我呢也不管你做过什么 然后得过什么奖 你就告诉我 你能帮我做什么 喂 哎 刘老师 我是韩玲 我刚才邮了一批东西过去 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到 啊 没事 这是我应该做的 哎 对了 秀秀给我邮的信 一个整体单 我已经收到了 我也给她买了礼物 等东西到的时候 你替我送给她 行 我有时间 我会再去看他们的 帮我们的孩子们好 嗯 再见 哎 扫干净啊 这些 太多了 哎 这里有烟头 对对对 这上面全部 要把它收好 过来过来 这里 这里有水 这里有水 哎 刘总理好 昨晚有一个叫 陈璐的女孩子来找过你 因为你不在 然后她让我把这个转交给你 就在这上方有时 leave 什么时候 ошиб了吧 别人了 你不能打到这下ובף 麓季 robotic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肖总 魏元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告诉你 我已经上娱乐大典了 现在成了我们台里 金牌节目的主持人 下午刚刚录完一起 挺好吗 我知道又是你帮的我 所以我想请你吃饭 好好谢谢你 没必要 真的 真的 不行 我已经定好位置了 你一定要去 真不用那么客气 一定要去 行 上车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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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我刚在楼下就看见你了 冲你挥手你也没看见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 我刚在楼下就聊聊 聊什么呀 还有什么好聊的 从你走了之后不久我就知道了 你是被陷害的 我闻到了 早上晚上 小大哥 天堂俱乐部也是你吧 嗯 来 来了 正好 介绍一下 这是我大家同学 也是这儿的经理 刘远 你好 你好 魏远 这不用介绍了 电视上见过 来 里面请 快快 你今天怎么还来啊 今天怎么不能来 今天不是 没事 我就是问问 对了 把强载叫来 你这边 我妈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打入 我师父跟你说吧 其实呢 这些忙的 都是这位哥哥帮的 你得谢谢他 怎么称呼 强仔 来 强哥 我敬你一杯 对不起 我一点酒都不喝 强哥是这样子的 这杯酒呢 是妹妹我谢谢你的 所以你就喝一口 好吗 对不起 我一口都不会喝 肖大哥 这 不是 行行行 我 我说句公道话 我从认识强仔开始呢 我就没看过他喝一口酒 如果你今天呢 有本事让他能喝一口 那我就整健身了 强哥 你去给妹妹我一个面子 喝一点点好吗 就喝一点 我只会喝水 我只会喝水 肖大哥 你帮我说句话呀 那个 行行行 换你换你 那回来吧 我 我搞尴尬了 从我认识他开始他确实是一口酒都不好 我陪你喝 我陪你喝 行吗 我替你喝 来 我替你喝吧 我替你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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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 我 trorom 也就是 tin 你喝 不到 要我 劭子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啊 不是今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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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简单地跟您汇报一下 关于林渡湘现在的广告 我们做过市场调研 怎么说呢 毁于参半吧 我和老周认为 我们应该对林渡湘 进行重新的定位 我们跟创意部讨论过 应该做一版贴近生活的广告 主题就是生活 也就是营造生活氛围 生活 你能告诉我生活是什么吗 生活就是 一个耳光接着一个耳光 把人从梦里搭想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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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 郑 郑宗 郑宗 你 看 看妈妈给你买了什么 郑 郑宗 郑宗 郑 郑宗 齐 齐明 郑 郑 郑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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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躲在这儿啊 郑宗 你杀死妈妈了 你找到了吗 找到了吗 你还怕什么 我看着 你还怕什么 刘总 萧总来着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给我交点外面 想吃什么 好 随便 加点素材 行吗 还缺点什么 你忙你的吧 行 有时候直升 你好 刘总 你好 你跟萧总约好了吗 没有啊 我来看看他 萧大哥 你怎么来了 我路过天堂 看到你的车在 吃了吗 还没呢 那一块儿吃点吧 好嘞 嗯 别嫌脏啊 你吃这边儿 没动了 哎 小大哥 嗯 你怎么不回家呀 晚上有应酬就在这儿 就顺便了 喝茶酒 谢谢 嗯 李莉莉珊 овые déjà 导门 我来上号 感觉特别好 豪华气派 不是 不是让你 你没来啊 开开手不是叫你来了吗 我来了来了 我觉得你忙了没找你 我回去了 你看 回哪去了 回孙姨梅那边 我警告你小子 行行 我和孙姨梅已经掰了 为什么呀 没有为什么 不合适就掰呗 也好 我早看出孙姨梅越来越现实 俗话说得好 劝和不劝的一样 你们这里滚男女我就不劝了 你也甭劝了 劝也劝不回 我想劝和另外一对 小燕和韩灵 这也是我让你来的意思 爸 你在心里真的把韩灵 看来他们两个都好了快十年了 我那就是期望韩灵好 只要他好 比什么都强 小燕有外遇了吧 看她是迟早的事 现在有一个什么 电视台的主持人老盯着他 我觉得也是有钱了嘛 所有好的生活都离他越来越近了 哎 那你还长得怎么样 别管那些 我让你来 是让你跟我一块劝劝小燕吧 还是为了韩灵 不完全是 现在丁她的人太多了 我怕她找不到本 吃亏 小大哥 你的感情线很复杂 是吧 感情线 嗯 你的感情 今年会有变动 来 我再看看你的锣 锣 锣 就是这个手指上的纹 锣代表什么呀 锣代表财富啊 用完一只手 夏总 启明来了 他就在外面呢 啊 我大学同学 那你们聊 那没事 让他进来吧 小大哥 我还是先走吧 没关系 你待会儿吧 不了 我先走了 大大哥 那不送了 哎 这姑娘这身材跟韩灵太像了 锣燃就耗着一口是吧 进去吧 哎 别看了 哎 锣燃 小 锣燃 你说你这几天跟韩灵怎么了 挺好的 我听说 就是前两天 韩灵来看你没见他 你们俩是不是闹什么矛盾 小误会小误会 不是小误会吧 小误会不至于 韩灵过生日你都不回去 我还听说你不但没回去 就和刚才出去那个小女孩在一起 对吧 啊 对了 对了 我在那个帝王大厦约了客户 那个刘燃 你赔一下起面 刘燃 你赔好了 刘燃 你赔好了 哎 哎 事没说完呢 那我说你现在怎么连话都不会说了 怎么了 不能完全点吗 啊 你这直接把我给卖了 啊 你是直接把我给卖了 我把你卖了你怕什么呀 咱们三个什么关系 咱们是同学关系 同学和战友的关系 胜过于爱人和情人的关系 你卖什么啊 我让你来劝萧燃帮我劝上 你怎么劝 我没劝 你 你这叫劝啊 我怎么没劝 我跟她该说的 我 她 我把她 她走了 她 她为什么走啊 她 她劝走了 你看你 我都不想说你了 从你跟萧燃开始工作以来 你变得越来越小心 你这样不对啊 我告诉你 你这样需要 你明天下午到办公室来一趟 嗯 再见 伯源 干嘛呢 我聊完了 同学们都散了 行 你想去哪 行 你怎么就放了 你怎么不出口 就是了 如果我们靠船 不用前面 我猜是什么 你不就是吧 那你就不可以 我猜是你的 你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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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但我去 你不会去 你会去 你会去 我去 这件事情 你会去 我去 你戳着这 这一条快了 你能弄热 干吗呢 干吗呢 这 这 能收拾吗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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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老板 对不起什么呀 你说你也不是新人了 你怎么毛手毛脚的 出去 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小郑 下午为例啊 在以后早点过来收拾 老板 算了 不是 这公司我说话 还能算数吗 你是老板 当然说话算数了 萧总 这 你还是看看这个博物片吧 你定了 你定 你看完你定 博物片 您好 哦 稍等了 老板 墙载到了 让他进 那进来吧 嗯 好的 那我们先出去了 走 老板 你找我有事儿 你还没上啊 博物片 应该让他上 我觉得 你来看起来 每个人 其实太大人 这是很大的 看起来 我会让他 kidding 你忍不住 强仔 过来坐 我对我看起来就不似 我似到多一点 所以今季 其实就买了二十五角的比赛 总是四个六岁面的黄牌 还有七岁面的黄牌 刘雅 这以后就要让强仔过来协助你工作 有什么事情他能摆平 那事让他负责安保吗 具体的事情你跟强仔商量就行 对了 强仔 以后你要协助刘元工作 对吧 刘总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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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李总 李总 你先跑去一见 来玩来玩 好 这是李总 哎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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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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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好 你好 哎 那个我给送小球 哎 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客气 来 要上去吃 那个给人送去 好 上去 好 上去 好 上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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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哥 他没钱 你怎么跟你干一把都没钱 干一把都没钱 真他妈的晦气 这小妞长得不错 今天节目出来了 没什么大事 就是受了点惊吓 希望雨下就好了 到了 回来 回来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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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一九九九年的最后一天 明天将是一个新世界的开始 算一算从九二年来深圳 已经有七个年头了 中国的巨变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周围的人都在发生的变化 我也没有例外 对 我应该是个幸运了 该赶上的都赶上了 所以有了今天的成功 到底是谁给了我运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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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林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 可能 出席 然后不想一个人待着 然后就找点事 就因为这个 你就做一天活着啊 我要想确实些许 你是我的人 我就想要我们在一起 听你跟我说 我爱你 你要是不烦的话 我说一辈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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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告诉我 怎么才能让你开心 好吗 连陌生人还知道关心我 我问过 你没理我 你没叫问 还不 你 你 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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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